你们这边 来 这里看一眼 来 帮帮看一下这边 好 这边 谢谢 来 这里 这里 来 这里 来 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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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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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我拿着 可以吗 我还是习惯看着你 因为他事先太低了 那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服装 今天就是第二的服装 我对这个品牌有什么比较深的了解 或者说跟他有什么特别的部分吗 因为Dior他也是一个崇尚 自由 年轻 活力 然后有一点 叛逆 桀骜的一种态度 可能 我也是年轻有活力 然后也有自己的态度 你的平时的那种街拍 带的好名字都特别高 搭配一个人的心 怎么都是自己搭的吗 对 是自己搭的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喜欢吧 穿着舒服 然后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复杂 因为 因为那个 平时你要去太想的太多太有层次啊 或者是颜色的一些东西的话 不太容易好掌握 想问一下你 有没有看过他 看一看 有看过他 有看过 他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冷静 然后头脑很清楚的那种选手吧 对 那平时搭配有什么新鲜 或者是有什么爱好 或者是有静性吗 就觉得自己适合什么样的 呃 没有什么特别的竞技 就是不太喜欢穿高跟鞋 哈哈 刚刚就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作为运行人 然后现在有没有很多 你发现 通常情况下 自己的银子都会被泄露 这些粉丝都会知道一些 比如说 重压力的动向 包括加强力 现在是航班 他们有发现效果 这是很必然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跟 粉丝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是提供这样服务的人 我觉得是不太尊重这个隐私的 特别是一些公共是公共厂 就是公共场所的那些工作人员吧 我觉得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职责 应该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对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很多 不光不 其实有时候不光是 不光是明星或者艺人的信息泄露 其实很多的老百姓的信息 其实都面临着一个不安全 被泄露的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管理管理 然后大家 就是尽量的去提高自己的职业的 那个操守吧 好 好 对 今年这一年 就是自己的萤幕 大小萤幕的表现满意吗 然后明年的话 会不会将周星转移到大萤幕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 然后 会是 我觉得都会有 不会说 像一个瘸子一样 对 对 不平衡 我觉得还是 还是 两方面都有好的吧 最近有没有见过 小萤幕啊 因为一会儿小萤幕要来 哦 我刚刚见到小萤幕了 对对对对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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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 没问题 对对对对 问一下没什么 我后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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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什么 这个不是个雷吗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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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不是啊 刚才说到那个 茄子那个 哦 不用不用不用 您慢点 好 谢谢 见到 下面 然后 一会儿 一下 谢谢观看